是你们 就是你们杀了他 是你们杀了我娘 要我信你可以 只要 只要你能说出 我娘是怎么死的 我告诉你 你别想骗我 我已经亲手验过我娘了 谭管家 这里没有什么外人 你就如实都告诉他吧 是 老爷 楚姑娘 当初你母亲许三小姐 一个人从建南道来到此处 投奔咱老爷 最初说是家里遭了难 可是我们老爷觉得有点蹊跷 便派我出去打听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许三小姐夫家的事 什么 造反 这可是灭满门的死罪呀 可不能把他留在家里 如果让官府知道了 咱们一家人 可都要跟着遭殃了 是啊 老爷 这窝藏反贼 可是要杀头的 可他还怀着身孕呢 怀着身孕怎么了 怀着身孕 那也是怀着反贼的骨肉 生下来也是该死的 唐红 快快快 赶紧把他给赶出去 是 等等 你还等什么等呀 再等官府就知道了 你嚷嚷什么呀 我 我自有安排 夫人怕惹祸牵连家中老小 想着老爷跟前任县令很有交情 便私下交代我去处理此事 三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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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 哥 谭管家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哥 有什么事吗 三妹 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 但是哥哥也有哥哥的难处 希望你能体谅 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你身子也不方便 过来坐 我瞒着老爷 用门栓打死了许三小姐 又按着她的头 做出她撞枪自尽的假象 楚姑娘 当年杀许三小姐 实属无奈之举啊 总不能因为她一人 祸害着满门上下呀 此事老爷世间并不知情啊 楚楚 我知道 我对不起你娘 当年 我也是害怕 怕朝廷追捕到这里 才举家迁徙到了长安 最后泡雨升级 才误入歧途 我对不起你 从现在开始 舅舅一定会补偿你 是你们 就是你们杀了她 是你们杀了我娘